女主呢是90年生肖马 这个五指并拢啊 中指呢中正 原则性很强啊 而且呢这个指掌得配啊 这个龙肠虎短 龙虎相配啊 一生是钱财不断啊 手掌也是非常的肉 比较多啊 手掌这个比较厚啊 肉多容易获得一定的幅度 中指跟无名指之间呢 还是见一些缝隙啊 在开端处呢出现一些 这个裂缝缝隙 早年呢容易才进才出啊 30岁之前钱财难据 就跟刚才之前讲到的 这个十指剑缝隙呢 寓意差不多啊 那么我们看右手的这个 右手的生命线还是比较深长啊 一直延伸到大鱼记后方 这个代表的健康长寿 生命线内侧呢还是比较 这个出现青色比较明显的 颈防肠胃不佳 这个人文智慧线相对呢较长 做事的计划性比较强 那么玉柱文呢 从下方啊 掌底的位置 非常的啊 这个从低到高 清晰直上 穿过人文和天文 形成冲天文呢 到这个 中指根部吐星球 说明呢 这个命主是先苦后甜的 步步登高之想啊 这个事业或者工作在28 33和33和38岁左右呢 在三个阶段啊 28 33到38岁 这个阶段呢 会有明显的转折 并且呢 由这个步步高升啊 由坏转好 包括这个刚才讲到 这个感情线呢 还是出现这个绳索状 锁链文啊 所以在感情当中呢 有一些忽略的婚姻感情呢 在感情当中呢 有一些这个起伏和动荡啊 训工正才位还是比较饱满 那么 食指下方是训工啊 是正才位 比较高突红润的人 做事呢 认真负责 计划性比较强 不管做什么事呢 说干就干 所以说这个正才金钱运 还是比较不错的 天文感情线呢 相对还比较长 一般代表人缘比较好 做事比较讲究 重情义啊 但是呢 感情线开端呢 出现绳索状 锁链状 分支比较明显 代表呢早年的婚姻的运势呢 容易起伏和波动 不利早婚啊 但是呢 却有早婚的现象啊 实际上这个 病主呢 是23岁结婚 24岁得子 婚等的夫妻之间 特别是在 33 36 40岁这三个阶段呢 需要多注意 情感方面的波动 那么同时 我们可以看到 她的结婚线呢 也是 很多条啊 这个是四条啊 长短不齐 并且有分叉的现象 一般代表夫妻之间呢 容易出现 是非啊 这点呢 日常生活当中呢 需要多注意 沟通和交流 我们看她的这个 左手啊 这是同一个人呢 都是 这个 属马的女士啊 那么左手的 预注文呢 是从 名堂的位置呢 开始延伸 穿过 天文 到达中指根部 说明呢 命主呢 恒心大 做事呢 一步一个脚印 中年 中晚年的运势啊 容易慢慢的 发家发福 这个是早 一种偏晚成的 一种 首要特点呢 感谢开端呢 也是建这个 横切线的 横切线呢 要谨防 感情上的波动 和烂桃花的干扰 并且呢 要防止别人呢 插足自己的婚姻 这是 整个左右手 包括从侧面 看她的这个 婚姻线 来 这个 看待这个 首要特点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